Hello,大家好,我是丹 欢迎回来我的视频 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登机的时候我们可以带上去的化妆品 也就是液体可以有哪些种类以及毫升 它们对容量的一些限制 这个问题呢,我在之前的视频里面我有提到过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朋友对这个问题有一些疑虑 就是感觉好像自己知道,但是却没有很确定 每次带完东西上飞机以后 其实还是在过安检的时候 还是比较忐忑的这么一种感觉 所以呢,今天我想跟大家认真地说一下这个问题 今后大家真正地对它有一个了解的话 登机的时候就不会再很纠结了这种 包括在之后买东西啊 这个东西到底是能不能带啊 就不会有这种心情 首先呢,因为我经常在欧洲出去旅行 然后在这个旅行的过程中 我一般会买廉价航空的机票为主 然后他们的这个机票呢,最便宜的一个系列 最便宜的一个等级呢,就是你不能有托运行李 登机行李有一定的限制 重量是7公斤 一般情况下咱们的登机箱的重量在7到10公斤左右 不含电脑包 但是廉价航空他们就没有说有关电脑包这件事了 你只能带一个包 这个包不能超过7公斤 是这样子的 但是现在欧洲的这个中央航空 他们又把这个限制的等级又提升了 就是这个包带的尺寸更小 你必须要再买一件首提行李箱的这个额度的价钱 所以越来越困难了 就是以后你出门怎么都得买一个行李额了 就是因为我之前有一些我自己的朋友也在问我 我到底什么液体能带上飞机 什么液体不能带上飞机 这件事情 所以我今天想来认真的跟大家说一下 好了,现在就让我们进入正题吧 首先呢,我们登机带的化妆包的大小没有要求 然后但是呢,对于装液体的这个化妆包 在不同的国家 他们其实是有基本上是一致的要求 就是要求我们会把液体放在一个透明的塑造袋里 比如说我之前提到过一家这样的袋子 我通常会把这样的袋子 基本上我都会放在我的化妆包里 念不时之需 一般情况下呢,短途旅行 如果你带的东西不是很多的话 我推荐以这种透明的化妆包为主 因为它你可以把是液体的和不是液体的都放在它的里面 其实这种袋子也可以对吧 其实无所谓 但是呢,因为你在欧洲旅行的话 如果一些机场要求比较严格的话 它会要求你必须要把液体放在透明的袋子里面 这种普通的化妆包是不可以过的 它是可以过,但是会让你拿出来 然后如果你没有透明的袋子 它是要求不行的 但是有一些机场他们会给你放一些透明的密封袋 在过安检的部分 如果你也没有自己没有带透明的袋子 你可以拿一个就是像这样的袋子 就是在欧洲很多国家的机场上都会有这种袋子去放 去可以让大家去用 其次呢,我们说一下登基的化妆品的含量要求 在欧洲以及中国民航是有明确的要求 就是每一个你所携带的商品,每一件,每一瓶不能超过100毫升 一共不能超过一升 基本上每个国家都是这样的 但是其实要带超过一升的化妆品也是挺难的 每一瓶不能超过100毫升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带的东西它是100毫升标志的 但是它里面剩下比如说只有五分之一的这个产品 但是如果你在过安检的过程中 它一样是按100毫升算 不满100毫升,按100毫升来算 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就比如说像这个洗面奶它就是100毫升的 然后有的东西如果你是110或者120 这个东西其实是不能带上飞机的 但是有一些像男士的一些面说 它们是120毫升的 有的人他可能只带一瓶这个 他过了,但这种一般是属于侥幸的 有时候机场不查你的话也就无所谓了 但是有时候他们今天可能管的比较严 或者什么的这些东西 就是它其实是不属于合格范围内 就不能让你带了 所以大家登机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 登机带的这个东西容量到底是有多少 一般情况下呢 欧洲卖的牙膏都在75毫升 75或者80毫升 但是国内卖的牙膏一般就是比较大 所以大家在牙膏上面戴的情况下要注意一下 像我们的隐形眼镜其实是也是可以戴上飞机的 一般情况下像我上次回国 我戴了15天15副的隐形眼镜 一样我把它放到了这个袋子里 都是没有问题 通常情况下我自己会把一些平时买东西的一些这种小样 我会留起来出去玩的时候戴 还有像这种洗发水也是买东西送的 但是呢你还要注意一点就是 你戴的这个小样是否是真正适合自己的肤质 因为一般出去玩的时候皮肤会比较相对于比较敏感 比如说我们在外面时间长了 过于暴晒或者很冷风很大的环境下 所以小样不要戴太过于刺激性的 这样也不是很好 另外一点呢就是你每次买完东西回来 小样你们大家要定期的去查一下它的这个保质期 有时候放到那时间长了就忘记了 所以就是这种情况要注意一下 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就是我自己会去买一些分装瓶 就是像这样子的分装瓶有不同的大小的 一般情况下是30到50不等 因为有时候出去时间长了可能就稍微削 稍微大一点的瓶子 这样子我自己买的是五印良品的 因为我觉得一个是它塑料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 然后它的质地也是比较硬的 我觉得它的材质比较好 所以我买了很多这样的瓶子 出去玩的时候去来分装我的化妆水啊 洗便奶呀或者是卸妆油啊这样的东西 我都用它们去来分装 或者是平时用完的一些这种小的瓶子 你就不要扔了 像比如说你出去买东西送的这种小样 有一些瓶子你是可以之后用来再把别的你的化妆品再倒进去的 我就不会扔了 我会定期更换一些 以前可能这种小瓶子用时间长了 我就把它扔了 有新的用完了 我就再把它留下来 像洗发水的这种瓶子我也会把它留下来 因为我出去 因为有时候大家出去住的酒店 不见得人人都会住什么五星级 会提供非常高级的洗衣用品的时候 我一般还是选择自己带洗发水为主 因为就是快捷酒店的提供的这些洗发水 一般都质量不是特别好 所以我还是以自己带的为主 所以这些瓶子我都不会扔的 再买的东西我会看容量大小 如果容量大小合适的话 我就直接把它们装到这个里面了 就也不会脱运了 其实是都可以过的 其实带上飞机的液体 是没有说像我们想象中的 什么什么东西都不能带 其实相对于而言 我个人认为还是比较宽泛的 所以大家不用太紧张 基本上100毫升以下的东西 你不要带酒啊什么的都可以带的 所以说这就是我今天跟大家主要想分享的 我觉得马上之后会有很多假期 马上这个五一就要来了 所以我觉得大家出去玩的人可能比较多 我觉得现在跟大家说一说 有注意大家之后在准备行李的时候 就比较安心了 不然大家总是会觉得 什么东西能带 什么东西不能带 或者还是会比较纠结 希望这个视频对大家有帮助 必然我们的心稍微安定一些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 记得帮我点一个赞 如果你觉得我还不错的话 记得关注哦 谢谢大家 今天的视频我们就到这里了 大家记得透明的袋子和分装屏才是最关键的哦 之后呢我会做一些更多的相关于旅游的一些东西 还会带大家出去看一看罗马的风景啊这样子 我之后出去旅游都会带上现在这一台相机的 如果大家有什么关于旅游啊 或者在对意大利有攻略上的什么问题啊 都可以给我留言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 并帮我按一个赞哦 谢谢 我在微博上有 我会经常去写一些关于旅行的攻略啊 这样的视频啊 或者照片 我都会在微博上有 也希望大家可以去关注 多多关注我的微博哦 好啦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